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知情人士,我是被政治耽误的歌手小陈 2月15号,以核氧绿公投发起人在脸书上宣告将发起以核氧绿公投二部曲 公投的题目是,你是否同意立法院应制定包含就责机制之核能减煤专法 使2030年以前可以达到核能发电比例不得低于燃煤发电 这题目究竟在说什么?做得到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讨论此项公投的可执行性之前呢,我们必须先来确认事实基础 才能知道在没有任何数字描注的题案文字下 究竟是希望能够通过公投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这张图是台电各系统的历年发电量 我们可以看到从2009年到2018年间这十年来各种发电量的起伏 其中燃煤发电的占比大约在35到43%之间 核能发电的占比约在9到20%之间 以最新2018年的资料来看,燃煤发电的占比是38.8% 核能发电的占比则是11.4% 也就是说,如果要达成以核氧绿团体所期待的 2030年以前达成核能发电比例不得低于燃煤发电的目标 由于现役的核电厂不可能研溢11年 在2030年前所有的核电厂必然全面退役的情况之下 也就表示11年内就算把燃煤发电的电量部分移转到核能发电 也必须至少再盖出4座核电厂 并且在2030年底前开始运转才有可能之意 这个有可能吗 我们先回顾台湾核电厂的设置历史 核一厂位于新北市石门区 从1971年核准新建1978年启用 中间花了8年的时间 核厂核三厂从核准新建到启用也都花了7年的时间 以时程来看,就算现在已经有4个可以马上建厂的位置 不包含事前的准备时间 而且4座核电厂同时新建 最快也要2026年才能够完成 而以核市场建制花了人民大概3000亿经费的条件来看 这项公投其实也代表着政府要在未来7年内 规划1兆2000亿的经费来建制4座核电厂 前面所说的是建立在建厂位置已经确定通过的条件上 但是事实上不管是建制核电厂的长指条件 还是环境影响评估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 实务上很难在3、4年内完成 再加上现行核电厂陆续退役之后 核废料除放选址已面临困难 被建制3座核电厂的新北市 更是被视为核废料最终除放的热门选项 引起许多争议 在既有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 要说服民众接受选址政策 新建4座核电厂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情 而电厂的长指 因考量所在地的地质环境 曾经经历过最严重的地震 台风、海啸等灾害 分析最低的耐震与防海啸要求 地震频繁是台湾的一大地理特色 根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调查 在台湾地表长度超过5公里的断层 总共有33条 而核电厂的选址必须选在远离这些断层带的地方 地震目前仍属于难以预测的天然灾害 而台湾则是少数位于地震灾害高风险区 却有这么多座核电厂的国家 事实上台湾现有的三座核电厂 都位于断层带8公里的范围之内 安全性已经是难以保障 以和养力的新公投案只能说是天方夜谭 我们不要有再多的核电厂 但也希望能够透过能源转型和技术进步 来早日解决燃煤所带来的空污问题 希望未来政府能够持续发展再生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 真正落实能源转型的目标 好 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个议题的整理跟分析 希望大家对这个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大家共同来关心的重要议题 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整理更多相关的资讯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谈话方式的话 欢迎帮我们按赞跟分享 如果还没订阅的记得订阅一下哦